其實有一個前提是說 五套是指這15年來只有出五套 大家不要再害我們被鄉民罵了 其實台灣在1990年代 是自行的盛產重症這樣子 這15年來只有出五套 好 大家好 我是蘇偉翔 那... 我是一個喜歡把自己的優點放大的 待會你們兩個可以再聊一下 先分享你的感覺 我跟黃小胖已經認識非常久了 我們從... 我們從事到現在已經過了一小時了 就是... 他這個人人非常好 可是就是有一點比較白目 他不會先跟大家講說 這個情境到底是什麼情境 你覺得你九分鐘要花兩分鐘 好啦 不好意思不要放太多時間 對 我還以為他太多優點沒有被放大出來 難怪連牧師都要找貝克放大 下一個 其實今天本來是要講 那個給他們的文字說金軒 可是我覺得金軒 最近好像講很多 大家應該被喜歡寫到煩了 所以... 那個... 上一次在這個事情發生以前 他有跟我講過說 要不要換一個 跟自己比較貼近的主題 於是我就換了一個 跟自己比較貼近的主題 這個... 這個東西 也從來沒有特別人講過啦 這是一個... 這是所謂的不足為外人道 的一個事件 那大家看到這個字體呢 大家看到這個...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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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等一下... 好... 大家看到這個... 這個都是... 這個是金軒半堂啊 這是... 大家會... 大家看到的是還沒有那個... 正式確定的那個版本 那如果說有人真的挑得出來 他有什麼錯的話 你可以到這上上自行設立室 好... 呃... 這是... 這是一個比較新路歷程的演講 對... 我們中文系人 中文系最缺乏的是什麼呢? 就是真相能量 現場還有中文系人 會這樣 就是缺乏真相能量 所以... 所以其實我們... 而且我們還要學佛 真的... 我們的那個大三的思想 只要學佛 所以那個... 在那個時候我接觸到 那個忠孝心哲仁波切人 那... 他是一個... 在藏傳佛教的 聽起來就是藏傳佛教的人 好... 怎麼確定某個想法是處於自己呢? 這是我覺得今天的一個討論主手 OK... 他有舉例 難道你覺得確定你的想法不是 父母、朋友、社會前代、意見領先 我不見你大眾媒體 這些外在因素影響的嗎? 嗯... 我覺得非常的有道理 好... 人的思考因為語言 可以抽象 為什麼 就是大家... 我現在開始在談一些比較玄的東西 就是... 人... 人是因為語言才可以思考的 人也因為文字可以思考 但是也因為語言所以產生局限 我到底講這個這麼... 這麼玄的東西 開始要幹什麼? 其實... 這就要從我的志願開始講起好了 其實你小時候 你是透過一個名詞來想像 你以後要幹什麼 比方說我小學的時候 是想要當科學家 結果我大學只考 數學一只考考三九分 然後... 我還想過要當小學校長 就是四年級的時候 然後國中想要當老師 高中的時候想當企業家 然後還當中間經理人 但是這兩個也跳太大了吧 中間經理人跟電影導演 這中間到底發生過什麼很慘的事 跳蠻大的 那所以你現在是幹嘛 那跟清單上面從來都沒有粉絲團小編 跟自行公司的共同創辦人 這種選項 所以其實... 這中間其實發生過一些事 是以前... 很小的時候 根本就沒有辦法預期到的 尤其是... 請問一下在二十世紀的時候 有人聽過這個職業嗎 沒有 這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所以我要講的其實是 這一段時間當中的奧德賽 天啊我只剩五分鐘 如果說... 如果說在京宣這件事情發生以前 呃... 你的爸爸聽到你要去 創辦一個自行公司的話 他會對你發生這個表情 然後你還有很多活路可以走 然後你一定要 創辦一個自行公司 這樣子 那為什麼我會叫Jost Wong 其實是因為... 誰要中文系的學生啊 好... 這是當時候我去AppWorks 就是那個... 他在台大辦媒合會 他真這幾種工作嘛 對... 請問哪一個是中文系可以應徵的 對... 不好意思 我不應該出現在這個場合 蠻喜歡他的 對... 我看一下 其實就算在二零一... 一二年五月開出的真材條件 是品牌塑造師 或者是說性黑體 有沒有 就是所有的性黑體文章 都是我寫的 然後不限相關科技 無經驗殼 然後我就說好 那看起來不是一個很難挑戰的東西嗎 然後我就去挑戰一下 對... 其實一開始抱著試試看的心情去 也不是說一開始你很喜歡自行 或者是怎麼樣 只是有興趣 我不討厭 我對其實... 我其實對很多有創業的東西 都不算討厭 那AppWorks那個場合其實蠻有趣的 就是他的廠商分... 哦...十分鐘 他的廠商分那個... 分兩種 一個是需要我的 一個是不需要我的 那很明顯是 需要我的公司裡面呢 這JustFone的體股我最有興趣 那就應免機會叫做JustFone 2015年9月的事情 也不可能在2012年5月就去特大 只有後見之名 其實這是我... 我... 那時候不曉得做什麼 參加社團好的 然後大家... 我參加模擬聯合國社 要不要解釋什麼是 模擬聯合國 我看算了 其實還怪怪的 很好奇的 就是在大家... 大家以為裡面... 在社團裡面... 就是那個... 當外交部... 所以你自己是哪個國 我... 我最喜歡當英國 因為我是BBC嘛 摩連嘛 所以真的是為什麼 我的模擬聯合國 我看是叫我BBC 然後結果我都知道BBC 我連... 又放大了 然後看世界摩連回憶 然後這個東西非常忙 這個東西就是... 大家可以去Google 還Google得到 我到大聲地開始讀中文系 為什麼 因為我前兩年不喜歡中文系 那你讀什麼 摩連系啊 就一直在辦活動 然後就讀中文系 到大聲地開始讀中文系 OK 其實在這個時候開始轉折 因為覺得辦完這個 人生覺得好累啊 就是為什麼一定要辦這麼大的活動 那就開始讀中文系 然後就開始讀一些主詞 送詞 就覺得人生真的是 除了辦活動跟搞事業以外 還有一些很重要的東西 我說的是真的 就是說 那我等下慢慢解釋 然後 這是一個轉折期 然後到大四的時候 我還去考了北藝電影所 所以其實嚴格來說 我也是一個表演藝術者 雖然有可能會覺得 你考個電影所 就叫表演藝術者 然後 他要去本創作 柳宗原文是一個 真的是一門課 我們中文系真的... 不要這樣 我們中文系真的有一門課 在教柳宗原先生的文章 每個禮拜要讀一篇... 天啊這兩分鐘 我每個禮拜要讀一篇 到三篇有中原的文章 然後寫至少三千字到五千字的文章 所以其實文字能力 是這個時候開始建立起來的 因為每個禮拜都要寫一大堆的東西 很崩潰 然後大五的時候開始這樣這樣這樣 我是在正式離開學校前一週加入Josephound 那Josephound第一年其實也不曉得做什麼 因為我怎麼會懂自行呢 大家要曉得中文系 並沒有教室就算那OK 中文系教的跟自行有關的東西 只有文字學 比如說什麼象形指示會議行程 你們都知道嘛 對 要摸索自行知識 然後開始... 其實你看Josephound最近在做的一些事情 第一年就開始做了 只是可能沒有做的像現在一樣 大家會比較知道 然後開始第二篇 我所謂的第一篇 核彈爆紅門是哪一篇呢 是那個星系靈體 台灣機場為什麼不可以用星系靈體那一篇 我不曉得大家多少有影響 對 那一篇一天 點進八萬個人來看 我又在放大自己的優點 可是我就覺得說 這個東西 我打星號的這個 並不是Josephound做的 是我們的朋友們做的 就是說台灣自己社群發生了什麼事 那第三年是自行散步 自行散步這本書 我剛才講的 賣得還不錯 然後 到今天多次講 沒有一件事是在原本的計畫中 其實 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沒有一件事情在我原先的計畫中 就是小時候想要做的那件事情 其實什麼事情都沒有做過 那其實都是莫名其妙發生的 那其實我覺得這樣的東西 其實一定會有一點一個風險 比如說在中文系當畢業的時候 其實每個中文系的畢業生都會覺得 天啊我以後到底要幹嘛 沒有一個目標沒有一個方向 但是也藉此去 try 很多東西 那密技也很重要 其實我說真的 今天大家看到金軒這個誇張的東西 可是其實背後是有很多 那個天是地利人和組成的 包含我們有一整個很完整的台灣自己社群 如果沒有他們的話 我們也不會有這麼誇張的一個結果 其實中間有很多是想過要放棄的 我曾經大概在今年大概四五月的時候 有一個很誇張的捲帶起來 就是我不要再講自信了 我好討厭自信 我看到機上不想再看任何的招牌 我覺得很討厭 為什麼 因為我其實一直被自己的一些事業心所 就是驅動 然後覺得說天啊又做的沒有那麼好 然後就開始覺得很討厭自己 但是其實就是說就是 比較等於說是 其實後來就是什麼也都不想 然後繼續做 然後就拼拼拼拼到現在 那事情發生前總是有很多不由自主 萌生的放棄念頭 然後發生之後也面臨很多 遇到這個壓力 總而言之這事實力不少好 還沒有變成最初期望的樣子 其實也沒有什麼不好 我要講的其實重點是說 反倒是習慾變化的過程 竟然認真體會 竟然以你為二是比較沒問題的辦法 沒有一個時間 沒關係的 我們會幫你放大一個時間 放大了嗎 竟然稍微講 竟然稍微講 我的意思其實是這樣 其實回到我剛剛講的那個 這一件事情 東中東東東東東東 這個 人的思考因為語言對抽象 但也因為語言對想像極限 其實我覺得這個社會常常 把很多 它把你定在一個框框裡面 其實是用一個名詞把你定住的 你以後要成為什麼這樣的人 你對他的想像局限於這些詞彙 可是其實真正的情況 我覺得會比較接近是 你根本就不曉得 現實中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只是去針對這件事情 就一直去做 一直去做 然後我想到百年孤寂裡面有一句話 他說那時候世界很新 很多事物還沒有名字 想要說一些什麼 還要用手機去指 我們也無法讓自己變成一個名詞 你沒有辦法先讓你自己變成一個名詞 一定是事情發生之後才會有這個名詞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不開始去做的話 這個名詞是不會出現的 所以用那個名詞來想像是 我覺得是徒勞的 你一定要自己下去做 然後去碰到很多麻煩 然後想辦法克服它 重點是那個 當然我再強調一點 現在要我來講 堅持下去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但是這對很多 這對其實 這不是 堅持從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那你要放棄其實也不是你的錯 只是說 很多時候是有運氣的問題 是很多事情沒有那麼簡單的 不好意思 就是最近事情比較多 所以那個一次想法這樣湧上來 然後亂講話 大家想做今天事來搞笑就好了 其實這實在是我 他今天 整個的重點 很多名詞是很多事情 慢慢發生 才慢慢產生 所以如果說 你沒有去poke the box 沒有讓它發生的話 這個名詞永遠都不會出現 謝謝大家